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請問想點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找不到 這裡裝修很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都找不到 嘩,焗豬扒飯、肉醬意粉、封砂雞翼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更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的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些什麼呢?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還有我,Akiko 每個星期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市 還有最新潮流趨勢 科技薪資和很多生活實用小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棒的茶餐廳 在哪裡?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10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Truman跟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天地有正氣 我們今天齊人了 不過還有一個是 晚一點到 所以稍後才聽到他的聲音 我們五虎將有出馬的時候 一開始 今個星期介紹北美上話的新影片 我想今個星期 大家都預期了 只有這一套 大片的話 也是的 香港上了 對 現在的荷里活片很流行 是亞洲地區上的 因為亞洲多老番 對 先吃了一口湯 亞洲是一個大市場 大市場也是一個老番的大本營 所以他在亞洲上了 就吃了一口湯 收了第一筆票房 接著才在北美上 北美多數的人都會去戲院看 對 如果不是北美的人看了 就把那些消息回香港 對 那些票房在亞洲方面少了很多 所以現在這套你會很棒 今個星期的大片就是 Avengers的第二集 叫Age of Ultron 暴創世紀 對 那就是一個人類設計出來的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想著是 用來幫助人類去救這個世界 誰知道 這個AI 就當中出現了問題 因為他就說 要救人類的唯一方法 就是殲滅人類 OK 於是就搞了一大餐東西 這是什麼邏輯 多了一些新的英雄人物 多了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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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女帽 還有誰 閃電 閃電之類 Fleshman 不知道 不是Fleshman 呃 我不記得 總之不是重要角色 但是多了兩個 但是 Kate Guess 多了 OK 是不是同一陣型也不知道 但是很可憐 我的朋友在Facebook劇透了 哎呀 那你不要劇透了今天 唉 真可憐 不要 不要緊 都是 入得戲院 說真的 你都預計了Heroes 最後一定是贏的 如果不是 我在這裡看 先回香港 還是回香港看 但是你買到票嗎 現在 因為 預購那些都買到斷了 是嗎 即是星期五那些 下午場都沒有了 下午我就不肯定 那星期五是下午的 但是 你知道這套這麼大的影片 那倒是 晚上 星期五你就真的想到不用想了 肯定被人買了 那些票 那倒是 你看看會不會黑市市場找到 哈哈哈哈 那我又不是一定要馬上看的 不是 你不看AVX 你看普通3D的那些 那些就行了 你看普通3D 早點進場就不用 不用畫位 那倒是 那倒是 那真的 香港看 他那個奧創世紀 真的比4時點的商場 那些 哈哈哈哈 那些名字 好像在mall裡面 那樣 但是你不覺得 看香港的看電影 那些字幕很硬硬的 是的 又這樣說 如果看劇情片 很長對白那些 那些 我又不介意的 但是你說這些 不需要看字幕 不需要明白的 說什麼的 當然不需要 不需要就不看了 還有這裡的效果 香港的效果 肯定 生意法 為什麼 整間戲院的效果 嗯 起碼大一點 戲院又大一點 座位舒適一點 那沒辦法 但是我也是被迫著 我分分鐘在澳門看 但是澳門的設備 應該不差 哈哈 澳門就在哪一間 OK的 它那些大酒店裡面 那些 戲院都OK的 是啊 說一說為什麼 出門會下個禮拜 會在澳門或香港看 因為很明顯我要出埠 對啦 下個星期開始 一連三個星期 出門就會 回到澳門那邊 走一個轉 對啦 走一個彎回來 對啦 所以就要暫別我們三個星期 好 那怎麼辦 繼續說回電影 就是啦 除了在新上演 除了 除了這個 Avenger之外 還有沒有 有其他新戲 應該都是限制的 有的 不過就是限制的 其他新戲 包括有 Being Canadian 或者是限制 Can't Stand Losing You Surviving The Police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還有這個 Pregoland Ride 和Songs She Wrote About People She Knows 對呀 沒有哪裏值得推薦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這堆都 這堆都 這堆都是比較藍滿的 而且都是自民藝片 多 所以 其實是一個好的對策 我想大部份的影片 有些名字都避開Avengers Furious 7應該下來了 這個星期 Avengers一定會出現 這個星期 不用想 還有Furious 7 都已經上了個月 要看的 要看的人都基本上 大家剛才聽到的 嘟嘟嘟嘟聲 就是阿Sam的報道的聲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個星期 北美 不用想了 Avengers 就全是 現在才上了 香港那套 拿到最佳動作電影 指導那個 一個人都沒有了 現在是Silver City 看 現在才在北美 對呀 現在才在 Tinsault Town 和Silver City 那麼遲 那麼遲 碟都出賣了 現在才上了 那麼遲 現在還上了 對呀 因為要看的人 我相信都差不多看了 對呀 不知道為什麼 那他應該不會很收得 不會的 應該 對呀 還有這套也都 不是說真的 那麼震撼 你非看不可的 的片 是啊 對呀 會選擇 在這個時候上 我又覺得 還要撞一套大片 那裡 他可能想著 博西人 博西人市場 恩子丹 啊 OK 對呀 OK 對了 阿Sam進來了 阿Sam快點 歸位先 哇 原神歸位 好啦 阿Sam你報道吧 嗨 哈哈哈 其實阿Sam是 是趕過來的 阿Sam我們都說了 對呀 我們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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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看了什麼 哈哈哈哈 你說吧 我嗎 我啊 看啊 Wow We're Young 啊 OK 你有沒有看過 我跟他一起看 OK 那怎樣 說一下 我又看過了 OK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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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Cast的Chemistry 不錯 對呀 他那種喜感也有 想不到 對呀 對呀 尤其是他扭屁股 他都不會被 Benzelard比下去 但我覺得他下一半 就給了Benzelard 那下一半的劇情 明顯就是 對呀 Focus on Benzelard 我覺得如果多一點 Naeomi Watts 就是Balance 我覺得會 會好一點 那也是 因為 好像阿Valkan說 不是 第二個 Amanda Savory 用得很好 對 你說一下 對呀 用得好 適當的時候 MNS Amanda Savory 都算是 比較大名一點的明星 他有沒有 很 故意每一場都要出他 主要是說 Benzelard 就是還原回我故事 Benzelard 和她 Amanda Savory 老公的故事 我覺得 得意很多 而且 不睹眼 又不做作 整件事 嗯 然後我覺得 故事內容 有興趣 有說戲 Documentary 容易看一點 就是說Benzelard 是Documentary 如果 做一個普通 四十幾歲 去辦辦公室工作 我覺得 就很普通 但如果她 有說戲 如果 喜歡看戲 你就看這些 會容易入神 然後你就會興趣 因為Documentary 不是到處都會說 對呀 然後他們兩個都 就是Adam Driver 又拍 我覺得 真的有興趣 看看故事 是去哪裏 她是不是已經是去 Wide Released 即是由 Limberted 對 Wide Released 我覺得 Adam Driver 之前我最看的 都是她的劇集 但我覺得她 如果只用這套戲 來看她的演技 我覺得她很不同 她的演技 跟現在的人演的 有些不同 我很好奇她Star Wars 會怎樣 因為她做壞蛋 所以 是嗎? 她有劇透了 不要緊的 Chubert很不開心 搞笑 角色透而已 沒有劇透 角透而已 就是Cast 這些東西 對 接著 是 跟回她之前Watermitty的感覺 如果你喜歡看Watermitty 她的感覺 Benzella 我覺得是可以的 即是不是 即不是狂笑式 不是Soullander 不是Soullander 她近期都是拍這類多 我覺得她可以的 即是她是時候 隨著年紀 開始轉型 就是拍這類 加上我覺得她的格 都相似她的 Night in the Museum 即是她老爸 其實Night Museum 她已經是 通關了 她整個演藝 即是你看到這三集 她一直到第三集 即是越來越 越通關了 其實她是不是打號 也是打算拍這類 即是令人會心微笑 那種 而不是瘋狂大笑 不是 Soullander 2 下年上了 咦 是喔 是喔 他已經入了那一層 說實話 Soullander在Vio上 在22號 我回來那天 是嗎 我打算去看她 她的Night Show 咦 你有沒有看到她們是怎樣 Announce 有第二集 沒有 她們在Catwalk 不知道哪個Fashion Show 出來了 哇 兩條都出來了 她跟Owen Wilson 出來了 喔是呀 然後是入了神卡 入了character 超過人 超過人 對 然後第二套 就是True Story 這套就是Jonah Hill 和James Franco 就有點 Irony 這套叫True Story 然後真的是Based on the True Story 那What's the special? 就是有什麼特別呢 很多東西都是Based on the True Story 不就是名字都要叫True Story 那會不會不行啊 那是不行的 哈哈哈哈 那個故事 講一下少少就是說 James Franco就殺了整家 然後被人捉了之後 就告訴別人 他是Jonah Hill的角色 然後Jonah Hill的角色 其實是一個記者 是New York Times做的 然後剛剛被人捉了 然後 一捉一捉一捉 就找到 為何有人用我的名字呢 他就好奇 然後就去找 然後就開始一直 查 為何會殺了他整家 那就是整個故事 那 那個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Jonah Hill 其實是很難接受 他做一個認真的character 嗯 然後加上重要 他是 FORFRONT 他是個Leading Man 多過James Franco 多過James Franco 多過James Franco 就是你是跟著 Jonah Hill的整部戲 所以我覺得他又要 又要Leading 加上又要Serious 我覺得他是做不到 如果他是一個 side character 但是認真 然後慢慢 被形象所累 還是他演技 演技都不好 不是他 Moneyball可以的 是嗎 Moneyball做男 Moneyball做配角都可以 他配角嘛 但他現在做主角 OK 所以就 對 因為James Franco 就是普通 James Franco 你回想他 可能 可能他在想什麼 的格 但又不會笑 那種 不是 interview 那種 那 然後故事 有些問題 他又 跟他訪問他 然後又會說 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殺你家人 是不是你殺 然後他就整個 Suspense 是不是他殺 還是不是他殺 所以你會想著他會去查案 或者去了解他那個人物是怎樣 但又沒有 然後又突然說寫書 因為他New York Times 查完他說 我的名字沒有 那我要回上來 我要寫一本書 然後他寫一本書 你又不知道他 他跟他說的東西 你又覺得是寫不到書出來的 但是又寫了一本書出來 然後就 嗯 所以 你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加上他拍的時候 他就經常都是很close up 因為兩個人在街上說話 差不多 那 他是有一個 有一個pay off的 就是一個close up 就是他最後想停的時候 他有些對白說話 是因為 你一直留意他close up 他怎麼說話 那些剔眼 那些 那你就 看得出 但是 我覺得好戲好像是想捧他那本書 多於說一個故事 嗯 所以 我覺得 看完我是會好奇 想看那本書 但我是不會支持這本書 因為我覺得是 是很 很 就是我是不知道你想做什麼 你的故事又不是complete 然後 Felicity Jones做他老婆 就是 就是 哪一套 就是 講 講 Steven Hawking那個老婆 他真是直接是沒有用他的 他做老婆 但是他們想set up到 因為他經常都去 跟James Franco訪問 那就 太忙 不管老婆 那樣的格 但是 他們一見面 又沒有話說 但是你又不覺得 他們的 關係是一直在分裂 然後 最後 有一幕 就是 他在那裏爆 好像在罵 James Franco 因為他自己直接去看 看 看 就是訪問他 然後 是沒有 motivation 所以他的characterization 是 很不行 所以就 這套戲又好像 所以 又 confusing 但是不是覺得 好看 所以 都 可惜 因為我看完 interview 我都很想看 James Franco做一個認真的角色 這個算是認真的 但是 那套戲又變成這樣 頗失望的感覺 對 又 Felicity Jones 我覺得是浪費了 我不明白 為何要寫到他的角色 才會這麼微笑 又要用他 那就 對了 就是看了兩套戲 不是 還有一套 Cloud of Silmaria 你終於看了嗎 我看了 好不可以看 我記得 我是看了半腦 我才要按 咦 這套是indie film 怪不得 怪不得 那個格格好像很慢 因為 我的轉數 是看完Fast and Furious 那個轉數 你傻的 我就傻了 然後 轉回 對了 他的故事很有趣 他的twist也有趣 無緣無故消失了 然後加上他的 我有件事想問 你覺不覺得 那些角色是 知道他們自己的play 是reflect回到他們兩個的關係 即是你不明白你的問題 即是Kristen Stewart和老餅 Kristen Stewart根本上 會否relate沒有關係 即是誰想出來的 他的play那個story 是有一個老和一個年輕的 是啊 他們說的對白 會不會是 我就覺得是reflect回到他們 現實上的關係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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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正在問 那些角色 知不知道 即是觀眾看得出來的 但他的角色 他們自己說的對白 有沒有 知道 應該好像 我們兩個 我覺得他們應該不知道 對 應該是不知道 如果知道 就一早 如果他是這麼conscious 的話 Kristen Stewart一早消失了 不是 我都聽過你那個 你那一點 我就覺得 即是同意 Steel Alice的potential 高很多 即是emotional 那個range 是啊 這裏就 我都 你會看到他很努力 在形象上 通膽自己 但其實他的角色關係 他都沒有什麼 可以讓他發揮很多 但我都appreciate他的 我覺得他上鏡 我覺得是 不會說 又是你 我覺得他不是上鏡的時候 我覺得他什麼時候回來 所以我 因為我都很喜歡他們 拍得 那個 背 那個 那個 寶 那個script出來 那幾幕都很過癮 嗯 即是好像想起 Birdman 即是Edward Norton 那個 一坐下 就馬上入神 一起來 就變回 難鬼 對 所以很過癮 然後我覺得 Chloe Grace Moretz 那個 角色都 都 有趣的 即是我覺得他這麼extreme 是 那就 一個contrast 但你覺得他 Gracie Moretz 那些 那些 那些戲可不可以 這次又不是說 很 outstanding 我覺得 但他這陣子也不是很 對 他自從 Carrie拿了東西走 Carrie也不好嗎 他 這套戲 難得很重要 即是他怎樣 厲害都 對 對 如果賣人戲的話 他應該 他應該沒有什麼貨的了 他再不拍一些好東西 或者再拍一些 他應該沒有什麼貨的了 再繼續賣人戲 即是無疑 但你開頭看過Cast 你會覺得 哇三代的女星 即是三個都吸引的 你很期待 那個chemistry 但是 turn out 真的沒有什麼 其實他不是有很多戲 很多的 對 他都很小 但是 他 有 potential 可以跟主角再 interact 多些 但主要是說了主角 和 Christina Stewart的關係 我覺得 我覺得 然後加上 我很喜歡他們出外景的時候 那些網 即是很多運 那時候 不是 整套戲 經常出山 走 他們做的對白 都差不多 都是背因稿 但他們一出了 那個change 那個atmosphere 都幾有趣 我正在想 其實他走山那段 是異景 還是他走山呢 這個人 我 我希望他走山 真的走山 因為 無緣無故 一個女人 自己走到高山上 也 即是 我會覺得 是不是 想像 是不是 一個想像出來的scene 其實 加上一些雲層 那些雲層 即是 整個仙境 這樣做到 所以我有空間 給觀眾去聯想 其實這個位置 我又覺得 是 再加上 劇透少少少 就是Crystal Stuart 也在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 其實是不是 真的 走去行山呢 是 即是這個 還要走到這麼高 是 即是 Anyway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但是要用腦的 這套 真的要 是 最主要的那套 就是Fast & Furious 7 你剛才看的 你剛才看的 上個禮拜都沒有來 沒有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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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聽到 你說了 你說了 說了兩次 你highlight 少少 你可以說少少 我覺得 你喜歡這套多於第六集 因為我覺得 第六集 我的最大的印象 是坦克車 然後我覺得 坦克車 就over shadow 全部去做的那些 是嗎 不是 他最後那套 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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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道 永遠都跑不完 那套 我覺得 今次的大陣場 每次都很大 大到 很 consistent 有件事想說的 就是 Creamin想說什麼 你很期待 他8點再跨下去 之前就上太空 九星上太空 Anyways 那第九集 不是要去火星嗎 其實想說 他trailer 放太多這些 其實他不應該 放太多這些 我們去看完戲之後 會覺得震撼性 會更加強 我覺得 但這些 又是吸引你 覺得這套 是瘋的 入場的方法 但我覺得他不用 如果八九 我覺得他可以 tone down 一些trailer 那些人都會去看 那些人都知道 會有厲害的事情發生 你不需要告訴別人 很激烈 OK 譬如他在飛機 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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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The Rock的嘛 那The Rock住在醫院的時候 他又不會去殺他 就轉移了目標了 所以根本是不需要 你這個故事已經不需要 可以劇透一點啦 真的是Rock爆石膏 我真的爆笑了出來的 爆石膏 Rock這樣飛到街上 不穿鞭骨也會笑死我 不穿鞭骨還要上面被人摘住 不是自己掉下來 上面還有重量壓住 Pivocup也有一個斗篷 而那個女人是沒有死的 那個女人沒有死的 他還抱著那個女人 沒有灰色 所以我不是說 你以為他死亡角色是沒有死的 通知駕駛可能是沒有死的 他跌到電梯槽而已 不代表他會死的 有人救回他 我記得了 Falken之前 你肯定他死亡的就是Falken 什麼 導演的技巧 如果你說完 我就留意 其實如果多一點 他會好看很多 你覺得他上樓梯那一刻 不是斜了嗎 突然走一下 斜了給那個鏡 如果你慢 如果是分鏡來看 其實只有一個經歷片的走法 所以這套我覺得 來導演來說 是多些驚喜的 但我又不明白 為什麼Paul Walker穿了那一幕呢 CG那麼醜 哈哈 我想起Social Network 其實那兩個媽生兄弟都是Key的嘛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做不到那個技巧 因為他在最後的幕是在車 在車那裡 他那個David Fincher打的燈光是不一樣的 嗯 因為那兩個都是假的 對 那兩個是 因為另一個是黏上去的 那個樣子是黏上去的 主要是因為他非常打燈的時候 他們是後面打最前面 所以那個燈光是真的 那個女人是有不同的 但是那一部分純粹是懷念Paul Walker 觀眾也不會救病的 不是 你明知道那個人死了 是補拍的 你明知道是CG的 但是也不用弄成這樣 哈哈 你認不認得他弟弟在山灘那裡 認得到 那裡已經該死了 那裡已經該死了 哇 沙灘那一幕很明顯看著他很用力地遮住臉 是啊 每個鏡頭都剛剛遮住臉 他抱起那個小孩 又是剛剛我的手臂會遮住臉 不知道 不知道 以為那個女人勾老了 哈哈 換成那兩個兩個在一起 哈哈 誒 講完了嗎 誒 講完了 好啦 誒 我想聽聽那部 The Age of Adeline The Age of Adeline OK啊 但是那個結局 都是很荷里活 即是 即是怎麼說呢 又不想劇透太多 但是 呃 或者搞錯 但是你有沒有找回《Winter Tales》出來看 我有 但是看了半夜睡了 這麼大 我頂不信男主角和Russell Cole的chemistry 哈哈 真的頂不信 我開始頂不信 我頂不信Russell Cole開始 所以他那套《戰火晴天》 現在在《5th Avenue》上 我都在考慮他會不會看 什麼原因頂不信Russell Cole呢 他開始重複 還有 怎麼說呢 他由《孤星淚》開始 已經 他的格已經是 所以 經常給我的感覺就是做一些他處理不了的事情 我覺得 是嗎 是啊 可能 不過是不同的 你對羅雅的評價比較高一點 再加上我們看羅雅 我覺得 這樣 所以 我不是特別喜歡Russell Cole還是怎樣 我想知道他為什麼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Russell Cole好像近幾年的作品 我以前那麼好 都想知道為什麼 好像Johnny Depp現在跟他以前的作品 我想他就是 其中一個 Johnny Depp跟他就是 我想他兩個應該去到樽口位 他還有突破的作品 再沒有突破的作品 暫時沒有 Russell Cole的Birdman 哈哈哈哈 但Water Diviner那個 那個trailer都ok的 但你會知道是一些悶片格局來的 那倒是 但我覺得 我也買他做爸爸找花的格局 我稍後會說 Water Diviner 好 你看了 你看了嗎 那你先說吧 那你先說吧 不用一會兒 那今個星期會 即是順應主流 我也是說兩道西片 哇 我也是日本片 我也是日本片 一套就是 你們剛才提過的 Water Diviner 戰火晴天 好不好看啊 好不好看啊 哈哈 就見人見智啦 悶不悶啊 見人見智啦 基本上都是一個悶藝片 OK 悶藝片 其實大佬看他的名字 就以為 他的中文名字 有兩個中文名字 這個叫做 戰火晴天 就是戰火晴天 另一個叫做尖水師 哦 基本上Rushoko在裏面 都是做尖水師 所謂尖水師 就是去尋水源 去尋水源的人 他真的 去尋水源的方法 很特別 他又不是用什麼儀器去測 他就拿著好像樹枝 靠感覺 所以真的 真的好像尖簿 尖簿去尋找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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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他在戲裏面說了 十次之中有九次都是失敗的 哈哈哈哈 一直掘下去都是只有一個洞 就是這個尖水師的學工作 是正則是失敗到很高的 是啊 就是說掘來掘去就只有一個洞 又沒有水出 那麼 其實整套戲 就跟他這個職業 沒什麼習慣 其實這套戲主要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是澳洲人 澳洲當年就是澳洲是英聯邦國家 所以英國當年周圍去侵略這些地方 大家知道 然後就去到土耳其 不是土耳其 應該是土耳其 應該是土耳其 就是跟土耳其那裏 打仗 uh Russel Cole 本身有三個兒子 也好大的 就是被精兵 去打仗 三個都死光了 搞到他老婆三個兒子都死光了 很傷心 很憂鬱 自殺 老婆自殺之前 以前Rushel Cole就答應我會去找三個兒子的鞋骨 回來借家鄉狀 所以整個故事就是他去找兒子的鞋骨 其實沒有那個迫切性 老婆死了 什麼時候合葬都沒有關係 沒有迫切性 而且本身那個血液性是很弱的 因為他只是去找兒子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 也跟他本身的生命和歷程是沒有關係的 同時跟Rion找兒子 是不同的 他去找兒子 我看上去就是 他描寫當時土耳其戰爭的情況 但是他沒有什麼深刻的黑滑戰爭 只是看到Rushel Cole就在那裡一念仇虎 對呀 又是覺得什麼表情呢 周圍撲 周圍撲 當時因為在打仗 那裡的軍人又不幫他忙 對呀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無謂的事情 左手左腳在那裡 在那裡 但是呢 到他 真的去到他兒子 即是他幾個兒子 犧牲的現場 那裡 他是有些感應了 就跟他去找水 即是找水的那個職業就有關了 他感應到 原來呢 三個兒子之中 有一個還沒死 有一個還沒死 感應到 感應到 他不是 真的 他去查 他真的還沒死 終於 他找到他還沒死的兒子 這裡本來有個瘋子 我免得劇透 我以為你也算劇透 還有東西 不是 他還沒死的原因很特別 其實是死了 他還沒死的原因很特別 其實不是那個兒子 免得說出來 好 我覺得整部戲 唯一都是 都是那樣東西 值得欣賞的都是那樣東西 即是什麼?親成? 不是 就是他兒子為什麼不死 即是那個twist 那樣東西 叫他兒子一筆死身 好像精子在水井 基本上來說這部戲都是 找他兩個哥哥來做斗戰牌 值得一看的 值得一看的就是 你都可以看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是土耳其 裡面一些東西 以及說 英國 英國 或者是 被侵佔的地方 就是 那些人之間那種矛盾 或者用衝突 第一次世界大戰 亦都是Russell Cole 第一次做導演 自導演 應該是 自導自演 以第一次導演的水平來說 OK 雖然很多東西 你都看到 都是屬於低成本製作 雖然他是講見爭 但是他沒有什麼 偉大的場面 或者什麼 故事 本身 始終我覺得 薄弱就是一個故事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吸引 也沒有什麼戲劇性 如果一部戲這麼悶藝 故事又沒有什麼特別 那就真的挺趕下 由頭到尾都是 Russell Cole自己的個人表演 正如 剛才所說 一貫 一貫 一貫表情 他不是演技差 但是他這幾年的角色 都是那樣的表情 演藝 即是你說是 比較憂鬱的眼神 又有不語 對 有一點點像 Bush Willis 那些 Bush Willis 也是那些表情 所謂 眼神很累 對 就是那些 Russell Cole 我不明白為什麼 他看他 好像看Bush Willis 那樣 那 都 可以一看 另外一套 我想說 但是很慘 就是你善我們 等等 等等 但是Bush Willis Bush Willis 起碼是動作片拍下 Bush Mustle Crow 動作片都沒有 Russell Cole現在的角色 都很多動作 拍回Ticken 他以為是 Sean Penn 和 Liam Neeson 基本上 他是一套 很認真 和有誠意 那一定有的 其實這套是澳洲電影 對 另一套要說 比較舊的 Bush Bu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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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也看過 去年那一套 The Butler Butler 即是說黑人 在白宮做 白宮做 那些叫做禮賓斯 對 Oprah那一套 頭頭頭 頭頭 我以為這套戲 只是說 他在白宮裏面的東西 所以 所以 初初 我沒有 沒有留意看這套戲 那天在圖書館 無意中拿 即是 看到的 拿回去看看 那其實 你們都看過 我看過 其實 整套戲 當然是講 他的經歷 由小孩子 到老 他本身是一個黑人 他小孩子 我忘記了幾多年 三幾年 即是 那時候 大家知道 黑人 沒有地位 只是做一些工人 一些勞服 他那個 那個 爸爸 是被白人 殺死的 給他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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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媽 又被他污辱 即是 給那個白人老闆 污辱 所以 他應該是 仇心 仇心虎大的 但是 到他長大之後 他因為 學了一些 招呼人 那些 禮節 那 後來 進了白宮 進了白宮 那些 招呼 高賓客的職位 那 進了白宮之後 那 因為那個 身份的問題 他 是不可以 對 政治 對 任何 的人權 這些 有任何 態度 還有 因為他是 接觸到總統 或者 那些高 高層官員 所以呢 他 對 裡面 白宮的事情 亦都不可以 向外邊透露 或者是表態 那 但是問題 就是 他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 當時 黑人運動 就是很 開始 那時候 多少年了 五幾年 五幾年 六幾年 那 他兩個兒子 都無可例外地 參與黑人運動 我想 當時 每一個黑人 都是參與 要爭取 自己本身的權利 那 兩個兒子 先後 先後 入獄 還有 還有 就是 其中一個兒子 是後來參軍 打越戰 那 死了 那 Anyway 這部戲 其實主要 都是講 整個黑人 黑人運動 在美國 怎樣興起 或者是 發展的過程 當然 他不是 他講的篇段 很少 但是 他是藉 他 那個主角 那個 經歷 來反映那個歷史 我看這部戲 就很深 覺得 就好像 在看 《Forrest Gump》 《Forrest Gump》 《Forrest Gump》 也是值 一個人的經歷 反映那個歷史 當然 《Forrest Gump》 就用一個喜劇 的手法 這個就用一個悲劇的手法 那 其實 如果 你在內容來說 我覺得這部戲 都是 很豐富 和 有一定的意義 但是 我自己覺得不足 就是 他 講的方面 比較少 尤其是 他 他自己本身 作為白宮的一份子 但是 他兩個兒子 就作為一個 反政府 的人 所以 父子間的矛盾 其實是很尖銳的 其實這部戲 是很尖銳的 但是 戲就比較少說 因為他要交代他整個成長 所以 無奈地 最後好看的部分 他 擺得不多 這一部分 我覺得是最有意思的 但是你不用這麼長的蝙蝠 是 又交代不到 為什麼他這麼 堅持 又交代不到 他 為什麼要跟兒子有這麼大衝突 我又覺得 因為 以一個黑人的成長 為什麼他會這麼 所謂 那麼 傾向政府 那麼 保護自己 主要他是職業 職業 但是他的職業裡面 的確幫助他很多 他很尊重他的職業 這件事 也是值得我們去尊重 但是 但是 無可避免 他本身是黑人 現在 他 現在看回 某個程度上 會反映到更多香港的情況 就是 香港人 譬如很多都是 顧著飯碗 或者 他本身 都是覺得 可能 中共政府 給了很多好處 他 在工作上 但是他們的下一代 就開始反了 我會覺得 比起馬丁路德金 《夢想之路》 我覺得 很N倍 如果你說馬丁路德金 他現實很多 現實很多 還有 張力 整套戲的質素 都是比馬丁路德金 很N倍 Truman 你這樣說法 如果用你說的題材 拍到港產片 應該很多人會看 很厲害 很厲害 藍絲帶與黃絲帶 你想一下 不可以這麼明目張膽 大陸就肯定不給播 不明目張膽 中國肯定不給上 中國肯定不給上 好看的 你說一個政府官員 然後說下一代 不是說齊恩 不是說普通人 說一個虛構的特首 要找劉德華做特首 然後說劉德華和他兒子的故事 好了好了 你那個發片計劃 你不要投那麼多 不是OK 被人抄毀了 香港是贏的 到哪一刻 說回《Age of Adelaide》 剛才拉到她說《Wintertel》 然後再說那個訴求 OK 我覺得好看的 這套東西 我覺得女主角 整部電影真的吸睛 吸著我的眼睛看她 她真的增加了嗎 增加了嗎 增加了 還是其實角色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Cast很好 因為她 誰呢 Blake Lively 其實我找回她 其實她不是做過很多戲 而且不是很多主角做過的 之前都是主要是做一些花瓶的角色 綠燈俠那些 都不是 她不多 她是劇集的 喔劇集的 但是她這次 她完全是被 說服到我她是 一百年前的人 即是因為她的演技 就是格格不入同年代 所以她 我完全是被說服到她 即是她是一個 不是現代的人 即是一個 一個是生於 早年 即是一百年前 但是不死的 一個女人 那 她 漂亮的 我覺得整部電影拍得她很漂亮的 那 所以 即是你看到她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是一個 很令人動心的女人 所以 所以 是可以結束到整部電影的 就算故事 你都是那些老套的東西 但是 是可以結束到整部電影的 那 其實 故事就是 她 還有她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她有龐白的 你自己做龐白的還是 不是 是一個男生做龐白 她交代她 這傢伙 為何 剩下車子 下海 然後 又說她的身體冷凍了 然後又不知道 即是她嘗試用一些 似是而非的科學方法去解釋 為何這傢伙沒有老過呢 是不是 Ryan Reynolds做龐白的 我又忘了 但是 她說她沒有死 然後 她年紀沒有增加 她看著她的女兒越來越 年紀越大 其實她也很快被捉過 就說她一路逃避政府的追緝 因為政府發現 話說有一次 她四十幾歲的時候 被人抄牌 拿著一張車牌出來 咦? 喂 你那年出生嗎? 你今年應該四十幾歲 是啊 那傢伙就開始曝光了 她的秘密就開始曝光了 接著就開始有政府的人 周圍捉她 她就開始用不同的身份 去換假身份證去逃避 一直不敢 這些美女當然有很多愛情 其中一條線就是Harrison Ford Harrison Ford 她是其中一個舊情人 大家發展到談婚論家的階段 她就覺得爭底了 因為她知道自己 她害怕 於是就避開了Harrison Ford 若干年後 她又愛上了Harrison Ford的兒子 哈哈哈哈 哇 風迴路轉 那 見家長的時候被Harrison Ford 見到 那 最初都騙到Harrison Ford 她說是她媽媽 即Harrison Ford的舊情人 其實是她媽媽 但其實是她 後來Harrison Ford 在蛛絲馬跡中 更加肯定她是她的舊情人 其實這條線 亦都沒有太深深地發展 所以其實 故事是很柔軟的 但你會看到她 拍到那種味道出來的 所以 最後 其實劇透 想不想劇透 即 即 你想不想劇透 我沒什麼所謂的 我看了 哈哈 以不劇透的角度來說 分析一下 最後是HAPPY ENDING 我們說Hollywood ENDING 是啊 是HAPPY ENDING 那 一定是Hollywood的啦 最後又是一個車禍 但感覺好像 她是不死得 還是 她是沒有年紀大 但她是死不死得的 她是會死的 她不是變魔導的 她不是的 她只是不老 即是有意外那些 她也是會死亡 只不過年紀是不會變老的 意外來意外去 即是樣子一直都很新鮮 感覺有點像Bedjaman Button 這麼說法 但Bedjaman Button會變老的嗎 Bedjaman Button會變老的嗎 Bedjaman Button會變老很多 即是她真的看到她的過程 但這次她沒有什麼說過程 就算說她的女兒 都是很快跳過了 有一個婆婆出來了 很快就變成一個婆婆 很多東西都跳得很快 跟Harrison Fogg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 她找年輕版的Harrison Fogg 挺像的 OK 還是尾起嘴說話 男主角呢 有沒有男主角呢 男主角有啊 應該是新人 是劇集的 是劇集的 全部都是劇集的 OK 男主角OK的 現在幾多人拍劇集的 拍戲呢 即是男主角在電視上 上大按摩都OK的 即是 嗯 對 OK 好啦 X Machina 看不看 X Machina X Machina 想看 看看Silver City的照片 即是她看 快說吧 感覺如何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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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是26日後的導演風格 哦 即是 你如果喜歡看26日後的導演 你會喜歡看這套的 真棒 故事很簡單 但是 很慢 故事很簡單 就是講一個人工智能的人 想 逃出去 那個基地 於是就利用一個新仔 即是 假設有個男主角 就是被抽樣調查 被抽中了 跟這個人工智能的人 去做interaction 那就是 過程就糟了 就 他就是 講一個人工智能的人 用千方百計 都不可以用千方百計 因為那個故事真的很平 就是 講他 怎樣 堆壞了 即是 那個科學家 就走了出去 現實世界 講完了 OK 都會看 都會看 不差的 OK Bogan有沒有看過那些什麼戲 有 但是時間關係 是不是可以 你有沒有一些很想講的 我其實很想講一部紀錄片 講吧 那部叫做 The Kingdom of Dreams and Madness 我以為是Kingdom of Monkey 是一部日本紀錄片 我看了 一部日本紀錄片 你都看了嗎 很棒 他用一個 他講Studio Ghibli的紀錄片 他講Studio Ghibli的兩部戲 即是 風起鳥 還有那個 The Tale of Prince Kakuya 什麼鬼公主 那個Prince Kakuya 那個中文名是什麼 是竹取物語 竹取物語 原本的名字 什麼機 月機 月亮 月亮 什麼鬼公主 大家都知道 都是那個竹筍姑娘 然後 他由這部兩部戲的 前期中期後期製作 然後帶出 宮崎進 尼穆敏夫 和高田芬的創作關係 還有Studio Ghibli的過去 和未來的去向 一開始他講 用尼穆敏夫 做一個監製的角度 去講 宮崎進 和高田芬 創作的習慣 譬如我宮崎進 一直都想 繼續拍好電影 但是不知為什麼 高田芬去到某個位置 現在就不想完成 即是 開始了這個project 就不想完成 不知為什麼 例如他給個 例如 那個poster 那套戲說 即是 宮崎進就 兩秒搞定 OK 然後 什麼鬼分 就等了兩個小時 都是不行 到高田芬等了兩個小時 都未出現 就是很好笑 還有我很喜歡這套紀錄片 因為他不是用典型的聚術 一開始的歷史 是這樣的 人物是這樣的 你感覺是好像 動了第三赤角度去看 不是的 感覺好像是 你基本上是 跟那幫人一起生活一樣 還有他用很多時間的故事 發展都是由角色去帶動 譬如你跟了江崎進 然後整天看他做什麼 就是 他由去早上 但是 做早操 然後 然後 回去他的studio畫 怎樣跟他的員工 interact 那些細節都放了下去 但你又不覺得悶 因為你是很 如果你是喜歡看 宮崎進的classical animation 你會很想知道 你會很想知道 基本上你會很想知道 聖特朗雲怎樣做他的禮物 然後那個監製 寧姆敏夫 去報道會 還有去電影公司 還有怎樣跟那些 staff 溝通 又有說 還有他提及 風起了那個 前期中期 後期製作是很豐富的 去講的 靈感怎樣來 怎樣找那個 找阿鵬的壽命 做這個配音 都說 都說完 然後整件事 你覺得是很有趣 很有趣 基本上是一個 一套電影是講電影的 看完風起了 你一定要看這套 是 因為是差不多不是一個 只是Documentary About Studio Goodby 是一個Documentary on 即是風起了 因為是一個companion piece 因為你會了解這個深度 深很多 因為我看完風起 我覺得 還可以OK 但看完這個Documentary 我是很想看這套電影 然後你是知道 他為什麼要 故事 為什麼要講這些東西 鋪排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找 零式戰鬥機 那些 而且他不是 很多時候 Documentary有很多訪問形式 然後那個 是那個 訪問那個 subject 他講回他的思想 或者講回他 對他的工作 有多麼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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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不是的 他不是用口說的 他口說就是 其實他口說 他說已經很累 很累 其實我覺得Studio Ghibli 我退休之後 才會倒閉 那些都說了 因為他知道高田芬 是不會再做project 所以個人是說 Ghibli這個名字 我亂作 沒有意思 Ghibli我只不過是一個 飛機名字 他完全是 感覺是很難 但你見到他 從他對工作的認真 和他對員工的那種要求 那種高的要求 你見到他那種活力 和他對他這方面的工作 我覺得看完 會了解一下 為什麼他會想退休 為什麼這麼多次都說 退休 然後回來 然後真的退休 你就會知道 其實他在出很多力 他整個七十多歲 是可以退休 其實如果高田芬 其實你看完之後 你這樣說 如果高田芬 他好像 公其進一樣 那麼 不是那麼為公司 正常地出片 他可能公其進 不會那麼快退休 現在基本上 公其進一個人 支撐著整個Studio的製作 所以他會比較吃力 而且你會知道 其實高田芬和公其進是什麼關係 原來高田芬是發掘公其進的關係 我也不知道 很不妥對方 現在很不妥 但以前是工作夥伴 其實是高田芬 發掘到公其進 一開始的 就是這樣 其實公其進對高田芬 是有愛有幸 感覺上就是 那一套東西最可惜就是 高田芬他做production 那時候慢得來 所以放不到很多材料 其實可能這個 就是想講 講公其進 講公其進 和公田芬 但公其進是沒有話說的 所以只不過 集中在公其進 跟我說的 OK 好啦 其實肥龍今個禮拜 都有看電視劇 不過 是呀 不過 我覺得可以 因為沒有時限性的 這套電視劇 就等 Truman回來再談 這套電視劇 什麼時候 就是《大時代2》 《世紀之戰》 但今天不說了 因為時間關係 等肥龍數完 北美十大票房 回來part 2 當然就著 Adventures 就要講一下Marvel Heroes 待會再談 英雄會 今個星期北美十大票房 的走勢 有一套新上畫的電影 是衝進了十大位置 情況就是這樣 排在第十位 就是上畫四個星期的 Women & Go 上星期排第七 今個星期下跌三級 來到邊緣位置 收到三百三十六萬 今個星期 而總成績是二千一百五十萬 第九位就是上畫兩個星期 由迪士尼製作的Monkey Kingdom 上星期排在第八 今個星期下跌一級 收到三百四十四萬票房 總成績是一千零一十五萬 第八位就是上畫五個星期的 搞笑電影 上星期排第六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收到三百七十六萬 而總成績是八千三百九十二萬 第七位就是上畫三個星期的 The Longest Ride 上星期排第五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收到四百二十六萬票房 總成績是三千零二十九萬 第六位這套電影就是上畫三個星期 即是上畫五個星期的動畫電影 HOME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收到五百三十五萬票房 總成績是六百八十三萬 第五位就是上畫兩個星期的 懸疑經歷電影 Unfriend 上星期是貴軍電影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收到六百一十六萬 總成績是二千五百零八萬 第四位就是上畫五個星期的動畫電影 HOME 上星期同樣排在第四位沒有動過 今個星期收到八百零一萬票房 總成績是一億五千三百四十九萬 進入三格位置 新片還未出現 它會排在哪個位置呢 今個星期的貴軍電影就是 這套新上畫的電影 The Age of Adeline Truman也有看過這套電影 一上畫收到一千三百二十萬票房 而今個星期亞軍電影 就是上畫兩個星期的 Paul Brad Morkop 2 上星期他也是亞軍電影 人們都比較喜歡這些 瘋狂搞笑電影 今個星期收到一千四百七十八萬 總成績四千三百二十二萬 至於冠軍電影 都仍然是他 上畫四個星期的 Furious 7 Paul Walker 遺作的魅力 影真厲害 今個星期收到一千七百八十二萬 而總成績已經有三億二千零八萬 不過下個星期就有一個重頭對手 Avengers 2 看看六死誰手 好,數過北美十大票房之後 回來承繼Avengers 2 剛才說了 好,我們會說說MARVEL STUDIO的電影 稍後再見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喂,有油站啊 為何不進油啊 油燈已經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進的 蛤?你怎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嗎? 去1clic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容易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最upd 最底的油價 這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了 檢查完油價順便聽到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開我七旋斬 再開我流星見 華山論見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1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見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舌驗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見到時見了 www.1clicksoeasy.com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1clickradio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Truman 和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戲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電影大白科 電影大白科 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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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肥龍說了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啊 那大家發揮啦 那一講Marvel 當然要交給Fulcan和Sam啦 尤其是Sam啦 喜歡看這麼多Marvel的影片 對啦 英雄出少年啦 哈哈哈哈 對啦 我自己本身很少看這類電影 所以我根本 Marvel 包括哪些 如果你想說Marvel Universe 就是現在Advangelis Universe 就從2008年的Iron Man第一集開始 才開始 你是說電影 Iron Man第一集的電影 X-Man呢 X-Man他不屬於Marvel的 雖然漫畫也是 是 OK 但因為它不同 它是版權 因為電影公司不同的版權 例如X-Man Spider-Man Fantastic 4 Ghost Rider 對啦 因為這件事 就要澄清一下 有些聽眾們 可能就說 為什麼你們不說X-Man X-Man不是Marvel的嗎 但是 有一點點淵源的關係 就是這樣的情況 是啊 因為 20th Century Fox 當時是X-Man 以及Fantastic 4 是Fantastic 4的版權 Fantastic 4和X-Man 就暫時都不會在 Marvel的Universe出現 因為Marvel是Disney 現在Marvel變成Disney 但是 根據漫畫 他們就是Marvel的 根據漫畫 全部都在一起 是啊 看電影都會看到 Marvel的名字 是因為漫畫的 對 但是現在說 電影公司製作出來的 Marvel系列的電影 你暫時就不會看到那堆人了 對 未來就有看到Spider-Man Spider-Man 嗯 因為Sony 又再Reboot了 不是Reboot了 沒有Origin 是會有新演員 但是不會告訴你 他怎麼變Spider-Man 不是原創故事 不是原創故事 但不是那個男生做 不是Ander Garfield 有新年輕 年輕 其實很慘啊 Ander Garfield 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他做得不錯 他是有那個格 為什麼他不會繼續做呢 應該是弱的 因為他年紀越來越大 那他就不像Spider-Man 蛤?! 因為他們是想做一個 High School Spiderman 是啊 因為Spider-Man 漫畫來講 真的是從中學開始 但是他第二集 Spider-Man已經說他畢業了 對啊 那些電影不是經常都說 因為畢業會 說了15分鐘 說回中學 然後整部電影都說畢業 因為畢業是比較容易 跟消費的觀眾 哦 那他現在是不是真的 那他是不是真的 停留在中學生階段 他們Push當然是High School 但是他Push 他第二集也是畢業的啦 但又不會是主戰角色 他會在跟Adventure一起 那是Civil War出 就是Captain America第三集 應該會出 Spider-Man 即是出幾幕啦 不會是主角 最後才是有配角 然後才會 可能2018 2020之後才會出 那也好一點 大佬 其實這樣幾好 因為他的Production 是說 是Marvel自己搞定 但是是Sony 最後說OK 還是不OK OK 如果Sony厲害 就什麼都OK 即是他所謂 再從頭來 都是在Captain America 那裏 嚇串先的 嚇串 OK 但好像說 Iron Man都會嚇串 在Captain America 其實會在裡面 Aaron Man還跟他打 Captain America打 所以才算是Silver War 噢 是嗎 即是第三集 就說這件事 你看完AVengeance 你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Captain America 和Restark的ideal都不同 對啦 不如回來了 說回剛剛開始的幕 就是2008年的Iron Man 其實都很過癮的 就是Marvel第一套 就是Marvel的Cinematic Universe 第一套 撇開 因為Spider-Man 1、2集 Hawk 之前Dare Devil 那些電影版 全部都不是 基本上是自成一角 那些是Marvel的Heroes 但是那些是不同電影公司 不是Marvel的 但是Marvel Studio 第一套自己開始製作 拿一些版權來做 就是Iron Man 是啊 因為 沒有人搞光 他其實很習慣 找Iron Man來做 其實Iron Man一出的時候 不紅 不是主要角色 加上還要找Rober Downey Jr. 又是一個 紅過來 然後不知去了哪裡 他那時候之前 他有紅過嗎 他2000年前坐牢 在之前是很紅的 他拍了那些Captain 拍Natural Born Killers 那時候很紅 是嗎 那找了他 他現在變成Iron Man 他現在變成Iron Man 表上有人想到Iron Man 就馬上想到Rober Downey Jr. 那 大家記得嗎 Iron Man第一套 Iron Man第一套 是融合了 那時候 中年男人對 那些機器的 熱愛 還有 那種英雄主義式的故事 我那時候是吸引著 我也有看第一集 那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怎麼樣 很過癮 因為他拿著行李箱 拿著行李箱 換衣服 那是第二集 那是第二集 那是行李箱 那是第二集 第一集 第一集我還記得 他最初製作出來的大隻盔甲 因為他最初用僅有的資源 去慢慢看折 慢慢在那盔甲盔 然後還用他胸口的東西來發電 我覺得挺過癮的 嗯 而且他也說到 美國人的ideal 他也有時候 不是輕輕的 也有提及 為什麼美國人 會這麼喜歡武器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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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衛 以及攻擊 其實那個 比較曖昧的 一向美國人 都當自己是世界警察 他說 為什麼我們要知道這麼大的槍 因為我們不想別人知道槍比我大 那些人就怕我 那種大美角主義 基本上在Tony Stark的縮影 會看到這些東西出來 還有Iron Man的感覺很棒 因為Iron Man之前 不紅的 在Marvel系列裏面 那他做了出來 但是那個 普通人 不理解漫畫世界 就不知道 他沒有其他Hero 那麼出色的 當然沒有Spider-Man 還有X-Man 對 但是 你看到電影的時候 他一回到他自己的房子 開始研究到那套衣服 然後他飛去中東那邊 突然在雷達出現了 飛得這麼快的物體 那一幕其實對於很多人 一個普通人來說 你會覺得是一個 嘩 如果我也有這套規格 就很棒 可以突然飛去 又可以救人 然後跟戰鬥機在閃避 其實是很有趣的 那一幕 還有他一半 看到很多以前的英雄人物 都會刻意或者無意地 想隱藏自己的真正身份 但是你覺得這套是沒有的 基本上是Tony Stark自己是 他一開始就是這樣 然後你喜歡你又喜歡你 你討厭我 我也是Tony Stark那種性格 就是一般英雄的形象 他是比較down to earth的一個 又半英雄人物 我又不可以叫他做英雄 基本上又愛又恨 其實你覺得他很聰明 他真的很聰明 但是因為他聰明 他會令到他覺得自己 目中無魂很囂張 那他囂張得起 我想問 原裝漫畫裡面的Iron Man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他們跟Origin 就是他受傷 然後那塊大塊的東西 那些全部都跟不上 OK 那個汽車電池 那些細節就有點變 但是他是真的 起了一個很醜醜的東西 然後才慢慢 慢慢調解 但是他的性格上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就是漫畫裡面 我就... 不肯定 因為他一出的時候 其實都... 其實難說 因為現在漫畫世界得來 因為一套戲那麼成功 他們都開始轉到 漫畫的personality 好像戲一樣 所以你喜歡一套戲 因為你看漫畫 你就容易入神 但是他都...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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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女人滾 那些東西都有的 即是他是有錢 他們都是人來的 都是人來的 即是很人性化的 帶出英雄片 還有他 加上這個Rock and Roll 我覺得是很嚴重 整個Iron Man那個 然後那些CG都做得很漂亮 還有我相信漫畫應該沒有那麼細節的形容 就是... 他回到去 降落在天台頂上 然後走進去 然後那些東西 慢慢幫他隔出來 幫他脫掉那件盔甲 那裡真的很棒 那些就... 真的看到就... 我覺得漫畫fans 都覺得很... 很有新意 眼前一亮的 那裡真的是 即是... 是男人的dream 今天... 今天08年的時候 即是... 剛剛... 拍完那個... 魔界那個系列呢 你覺得那些科技 即是特技上面的效果呢 是可以... 可以拍到Iron Man的水準的 你看到Iron Man之前的那些英雄片 你覺得那些CG也有時候有些假的嘛 但是你看到Iron Man那時候 即是飛天頓地 你覺得都很... 那個真實感都在這裏 是啊 你說到這件事呢 即是... 或者... 容許我講一講 我們年輕的時候 看這些英雄片 其實... 其實... 我們年輕的時候呢 都... 即是... 都有些Superhero 即是Superman那些 簡單一點 就只有幾個 Superman啊 Batman啊 即是... 即是... 這幾個 但是呢 他們呢 最初出現的時候呢 只是在電視片集的 因為... 因為... 很明顯呢 當時的那些 那些漫畫呢 只是一些很... 即是... 很小過的那些年輕人看的 或者是一些... 因為那時候... 那些都是翻譯... 翻譯過來的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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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片集呢 都是... 都是... 在香港播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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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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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年沒有電腦 所有特技、所有燈都是人手製作 如果製作成本不高 你就不會做出什麼效果 所以當年我們很少看這些電影 看的都是在電視上看到的 所以大家都記得畫面 蝙蝠俠一錘打下去 現在看回來了 就像看小片一樣 我還記得小時候看過一套電視版的變形合意 變成了大隻和沒有變得分別 直到Batman第一集 Batman第一集是什麼時候 電影版 Mico Keaton Mico Keaton 那時候才開始有些較大的製作 再之前那套Superman 那套都是比較簡單的 你看到即使它圍繞地球飛 都是一看就知道是室內拍 即是那時候這套電影 都是做不到一種所謂震撼的效果 到Batman 才能做到那種氣氛出來 尤其是道具 包括車、飛機 做得比較認真 還有效果好很多 發展到現在 當然是最蓬勃 眼花缭亂 所以對於我們老觀眾來說 即是不適合 因為我看這些電影 10分鐘後 我已經頭了眼花了 更加不知道誰打誰 因為那些角色太多了 不過你講看Marvel Heroes 他現在就有Hook 我還記得1999還是2000左右 我拍了一套Hook 李安拍的 然後那套用電腦特技 我就覺得你不拍得比拍得好 有些是不合格的 有些是很好 有些是很差 有些是很快的 他很快的 他用電腦特技 李安拍Hook 他有另一番說法 他不是注重特技方面 是劇情片 好看的 很喜歡看的 他注在他的人性 我意思是他那個電腦特技 其實基本上是英雄版的 傲慢的 不是這個 Sense and Sensibility 還有呢 其實很大程度上 他當年拍Hook 是為了賺錢 大家都理解 你回看電腦特技 史外說開 現在那個Hook 當然是做得好很多 電腦特技 對 好啦 由Iron Man開始了 這個Marvel Studio 其實想補充一點 我覺得 為什麼Iron Man可以這麼成功呢 如果你留意 出 之前那幾年出過什麼呢 就是 Spider-Man 3 是垃圾 他是 他是 2007年出的 Batman Begin 就是 2005年出的 然後Superman Return 就是 06 然後 X-Men 對三集 就是 06 其實 都 你想起那些戲 全部都很dark 頂了可能 Superman Return 才最開心 有些開心 但你比較 Batman Begin Spider-Man 3 以及 X-Man Last Stand 你可能這樣 你不要說開心 我看得很dark Superman Return 真的叫人家女友 所以Batman Begins 被人打 Batman Begins Sorry Batman Begins OK Superman Return 是很慘的 對啦 例如故事 或者 Color Palette 其實Iron Man的顏色 比較之前那些多 就是 規格是紅色 紅色 可能其實 現在 很多人都說 哇 這麼多超人氣 什麼什麼氣 遲些 Bubble 都會出現 我覺得可能 Iron Man一出的時候 已經是 人們都很累了 看到 Spider-Man 3 變得 這麼不行 X-Man 3 又是不夠不行 頂上可能Batman Begins 已經是好看 得來 但是他還是很黑 很realistic 但是觀眾會 Anticipate 那類型 黑暗面 有黑暗面的人性化的 英雄片 多些 他會接受多些 才會造就到Iron Man的出現 所以我就覺得 因為Iron Man 又有很多Comedy 又認真 又說 他的Science 是說 可以是真 就是他找到一個Balance點 不會tip over 太多文氣 又不會太多 笑料太多 所以我覺得 他就是因為 吃到這個位置 之前 你提到Batman 我有個問題 我記得 以前看Batman 是有Robin 這個角色的 第3集 現在的戲 現在的Batman 都只有他 因為Batman 是Robin 太太 真的 Batman是Robin 那部戲 即是有阿洛蘇和Synthica 那部好看 我喜歡看那部 但是我們回到Marvel 因為Batman 不是Marvel 我想知道為什麼沒有了那個原因 不是 因為 Christopher Nolan 到我們講Batman 那時候再講 太多話說 你這樣會扯到很遙遠 我們從Marvel Universe 扯到變成DC Universe 剛剛你們說Hulk 都是08年出的 Incredible Hulk Incredible Hulk 就是Marvel Studio 你說那部就不是 都是Marvel 但是不是Marvel Studio 其實我覺得都 挺有趣的 就是普通漫畫人 或者 Edward Naughton Edward Naughton 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選 這麼多人做 要選擇Hulk 來做 第二集 他們這個 Marvel Universe OK的 你不喜歡Hulk嗎 我覺得Hulk 很OK 但是 其實人們的口味 八年前 那一套 你現在又再做 行不行 那才會有 翻拍的價值 對 對 趁熱潮 還在這裏 對 趁熱潮 對 趁熱潮 對 趁熱潮 對 對 趁熱潮 對 趁熱潮 趁熱潮 對 趁熱潮 Hulk 我覺得不宜 拍太多 因為Hulk 我覺得這個故事 不是太多 可以說 所以他現在夾著 其他的Hero 在Avengers 那裏出來 我覺得 恰到好處 是嗎? 你覺得這個故事 會有 因為Hulk 他發怒的時候 變成了一隻 會失去控制的 怪物 但他又怪得來 他又不 大肆破壞 但又未去到 殺人 那這條 你出得太多 如果Hulk 太理性化 你又好像說不通 但是我才覺得 那個變數大 因為Hulk 是一隻野獸 是沒有 是沒有正義感的 其實 其實 漫畫世界來說 它有很多故事 但是 我看那時候 很小時候 很小時候 看電視片集 他集集 都有不同故事 但我覺得很悶 其實都很深入 但我覺得 他的角色 最接近生活 對 你駕駛車 有人咳你 嘩 很厲害 很想打爆人 前面的車 突然下車 就變成綠色 其實 那些人都已經 開始在問 Adventures之後 都在問Hulk 會有什麼時候 那他隔了那麼久 現在再拍OK 即是他不適宜 好像隔一兩年 有一套 因為Iron Man 那些是 隔了 他現在都沒有兩年 有沒有兩年一套 他也是隔了那一套 是Fall 和 他現在開始OK 因為他現在 Marvel Universe Marvel Studio 開始 他多了不同Hero 變成隔幾年才 翻炒那個Hero 你覺得那些事情 沒有那麼重複 沒有那麼重複 然後 Adventures導演 Josh Whedon 都說過 為什麼還沒有Solo Film 其實因為他覺得 Hulk這個角色 好像 Doctor Jekyll and Hyde 那樣 即是你要 好像一個 Horror 那樣玩 才可以 講到主事 所以你不要這樣 因為其實 你看回 李安和Incredible Hulk 其實他們兩套 都說了 他內心的那些事情 其實 普通觀眾來講 你只是想去打 但其實 如果用Hulk 有個Mysterious Jekyll and Hyde 那種 那種有些 古典形式 即是美國 Victorian 那種形式 那種的氣氛 那個恐怖 和懸疑氣氛 重 令到整件事豐富很多 漫畫 世界裡面 其實很多故事說過 他Hulk變成聰明 發電話的時候 之後還可以 有理性 其實Adventures 都說了 Adventures第一集 都解釋了 可以啦 我想拆開一點點說 其實 Eric Banner 和Edward Norton 變成的那隻Hulk 有沒有不同樣子 其實我不記得 有 Banner 那隻大很多 真的像漫畫的Hulk 多一點的 Edward Norton 那個Hulk 是很肌肉型的 是不同樣子的 是符合 那些 主要 主要 主要觀眾的口味 Adventures裡面的那隻Hulk 大大隻的 那個真的像 跟漫畫的 不是不是 像是演員 像是Mark O'Follow 前面那兩集 不是跟演員 這集是故意模擬 他的樣子做出來的 加上他們 有技巧 有科技 以前沒有的 以前沒有的 有得來都不會想用 貴 做得不真 現在那個是模擬 誰的樣子 對 Mark O'Follow 我想問 接下來的那一部 Ant-Man 是否在Marvel Studio 也是 他終於都拍到Ant-Man 那一部都快要 有幾部就可以說了 所以 如果Avengers出第三集 他又可以加上Ant-Man 下去了 他已經可以大一點 Ant-Man可以變得很大隻 打小報告 好 稍後再說 慢慢跟著 現在還在說過去 好 繼續說過去 很快飛過 再說多一部 還有這個Captain America 不是多了 可以 還有Iron Man 2 2010 即是兩年後 出了第二集 那一部呢 我覺得他失敗就是 跟著Spider-Man 做得太多壞蛋 因為他是兩個 漫畫世界的壞人 變成一個人 誰啊 即是Whiplash 還有 OK 兩個人變一個 可能太多 其實Iron Man 1,2,3 最弱的 很多人都覺得是2 但我覺得 如果你回看2 好像有點深度 Iron Man第一集 就有驚喜 然後第二集 就是比較弱 尤其是那個 打角的角色 第三集 其實打角的角色 都不是特別強的 不過 Mandrin很強的 不不不不 他做到出來的感覺 不是太強 但是 第三集過癮在 他有很多不同形狀的規格 所以又給了觀眾 另外一個驚喜 因為他就是 我覺得 你說得對 他沒有了一個 新鮮感 因為 他最最後 對頂龍都 又是對回第二隻 野 你第一集已經對 不是 中間有一個 第一集 就是說Iron Man 其實會死的 他有那個心臟 其實也有身體 健康也有問題 是啊 這件事 他用了很多篇篇 去講 如何去 overcome 他會死的問題 跟Nick Fury 即是解釋為Nick Fury 還有第二集 唯一覺得很過癮 就是他多了一件規格 給另一個朋友去穿 就是那裡比較有趣 但是 始終 新鮮感就是欠奉 因為 加上他剛才Valkan說的 的平衡 又沒有了 因為我覺得他有時候 就太想玩 讓你笑 但是你覺得很難 所以又不太笑 但是第二集 給一個男人另外一個夢想 就是 剛才史閣說 拿著一個皮箱 踩下去 就可以 穿上一件Iman suit 這樣 還有 感覺上是 導演想做很多事情 但是他好像在Studio 想趕著 要暑假上 很多後期製作的事情 就覺得沒有第一集那麼好 感覺上 反而 但是導演又一樣 真的 John Favreau OK John Favreau其實是一個 挺好的導演 所以可惜一點 下一個就雷神 2011 2011年 Thor Thor Thor也好看 第一集 Captain America和Thor 同一年上 5月 然後7月 那年不知為何突然有這麼多英雄片 然後你就知道 其實下年是要上Avengers的 你就知道 其實我挺喜歡 Marvel Studio 他每一套的結尾都留了一條尾在那裡 我覺得這個idea挺有趣 就是他這樣去做 每一套都有一點 其實是罰一些 早走觀眾 對 挺過癮的 我看完 我看到Thor2的人都會早走 我是不明白 我看到Thor第二集都有人早走 雷神2都有人早走 雷神2都有人早走 即是出字幕他就已經早走 不是雷神2 我是Guardians of the Galaxy 都有人早走 你明白是 那些人 很多人在趕時間 看什麼 但其實他們傻的 你知道嗎 現在檢查電話 檢查到有沒有 這個end credit 那些movie 是嗎 是啊 有的 Anyways 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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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一做 其實都很困難 你很難 relate to 這個 希臘神話 又不是希臘神話 然後科幻又不是科幻 即是很題材 比較曖昧的片集 他有個對白說 我們的科技是先進到好像魔術 即是感覺好像Final Fantasy 那樣 其實你比較像Ironman 或者Captain Hulk 其實這些很 頂朗來說很現實 很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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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說去到 去到 不知哪鬼那裡 有一條路是 Rainbow Road 很無聊 但我覺得他 OK 做到 加上他們 最後抓到 他弟弟出來 Loki 就變成最大的 懷彈了 Loki Cast的挺好的 Tom Milton Hilliston 我覺得他那個 可以營造到 他一個character foil 就是 Thor是大、舊 和沒有腦 原來Loki 就是很瘦 和很有頭腦 對比很大 原來你覺得 整件事 將來就會很豐富 還有 那時候還有Nellie Portman 大家都覺得 公認是一個 有演技 和有樣子的女性 其實你看回她 用大名 這個 女主 這個 是最大的 不是 Grenth Paltrow Grenth Paltrow 都沒有Nellie Portman 那麼大 雖然兩個都有贏過 這個女主角 但Nellie Portman 她的 audience range 會大 年輕人會喜歡多些 對 她的觀眾緣 我覺得 Nellie Portman 對 對 下 有沒有補充 沒有了 Thor OK啦 總之她的事情 合理 即是 Thor Thor 接受到 跟導演有關 因為導演已經是那個導演 Kid Branagh 她拍戲一直都有水準 Cinderella 多 第一集是她第二集 不是她的 第一集都是水準 中容在她的 下一集就是Captain Captain America 第一集就比較悶 第一集她要交代很多歷史 所以是 你不喜歡那個歷史 你是不會喜歡看的 你說沒有興趣 不是說不喜歡 真的沒有興趣 你覺得很悶 因為她又要交代 她中間發生的事情 她如何由一個獸仔 變成一個大隻佬 所以她用了差不多半套戲 但是她不說又不行 所以 有些矛盾 還有Tommy Lee Jones 你看到她都是Grumpy Old Man的角色 那個作用 其實都是用明星壓陣 為了賣多些錢的元素 不過我覺得第一集 她拍的那個Red Skull 好像 弱雞那些 不知道 我的感覺上 我好像感覺到 弱雞那些 不是弱雞 我的印象就不太深 還有Hugo Weaving 我知道 我記得是她做的 但是她的Red Skull 我就覺得 有臉好看過沒有臉 我是來看Hugo Weaving 不是看CGI 那Viva Vincenna也是 說回雷神和Captain主角 其實 Cris Hemsworth之前 我也不知道 那些人從哪裡來的 對 你也不知道 Cris Hemsworth是 是不是Thor出名的 沒有應該是 她多了之後 有拍Captain in the Woods 然後才紅了 對 我覺得 其實 Marvel最大的東西 就是 用一些 開始 其實我覺得Iron Man 開始 其實她都用一些 不是太大名來做的 嗯 其實Captain 用Chris Evans 做的 我覺得都很 Chris Evans 以前 Fantastic 4 做那個火人 所以其實 用他來 都很冒險 看他真的做不做Captain 我覺得是 年輕人會喜歡的 但是 真的喜歡 漫畫 你會覺得Fantastic 4 真的不太行 所以他有包袱 做這個角色 現在有Reboot了 Fantastic 4 但造型真的不吸引 Fantastic 4是要版權 才有Reboot OK 找新人做OK 最大的一套 2012 Avengers Avengers 第一集 我覺得他玩大了一點 他玩到好像 Star Wars 那樣 即是外星人 入侵地球 但他找大 又不是很大的 你想回想 就是這個問題 只有六個人 他玩到很大 我想說 他玩到很大 我不介意 但你玩得那麼大 結果 格局感覺上 又不是真的那麼大 他只不過入侵紐 結果買大 又不是開大 不是開大 開小 也不算小 那麼多人物 把一套戲 我覺得做得很成功 但營造的氣氛是成功的 的確 令到人很期待 現在第二集的出現 他很明顯是有 有東西不妥 不是一個 完美的戲 但我覺得 他是想做什麼 就是把這幾個人 一套戲 不過他加入了兩個 我看上去沒有什麼用的角色 他都刻畫了一些 就是 Hawkeyes 以及 Black Widow 其實 你跟其他Hero 他們兩個 真的是完全是垃圾 但是他都 硬找到一些東西 加上去 說到他們都有一些重要性 主要是 如果他兩個角色 在之前的戲沒有介紹到 你完全是不會在意 但正正是因為 他在其他戲裏 有提及 以及有加插 這兩個角色 你才會 記得他的存在 然後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其實Black Widow 是Iron Man 2出的 然後Hawk Eye 是雷神 好像出過一幕 然後Shield 一直都有存在 其實我覺得這部戲 是講Shield 加上這幾個牛 我覺得他最終是 讓觀眾看Shield 是用來做什麼的 因為 你看之前的機套 全部都是說 我們要找東西 或者我們要 盯著這些東西 但是你不知道 他們整個組織是怎樣的 對 那 我覺得 都很Entertainning 好像看漫畫 所以 他們打架那些 幾幕都挺過人的 喂 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想問你們會不會 看Avengers 2 這個禮拜 我買了票 你買了票 不如這樣吧 今天先講到 Avengers 1 剛剛好 這裡是 Phase 1 是啊 我只是說 因為其實 Marvel Universe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不如我們下個星期 繼續這個 topic 因為我覺得 其實 很多東西還可以說 加上你看到Avengers 2 可以在下個星期 我們整個部分 就繼續說 下個星期就是 Phase 2 大家 就是現在 是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 節目時間 夠我們下個星期見 好 Juman你就玩得開心一點 好 大家 你走了 走三個星期 好啦 下個星期見 拜拜 喂 來 喝杯 耶 耶 走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喝 的確是一件樂事 呃 走了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僅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 click 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 click radio 只要一 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